他勤语这个新的永庆过女子的性命 后来他成为了妃子 生下了二王子 刘居静一 曾顺兮等主演的《嘉南传》 正在火热更新中 李谦从第一集开始 就在查母亲当年的死因 他手里只有父亲给的两条线索 放火烧了村庄的人 有双头鹰标志 李谦母亲跟神鬼兵器图有关 李谦跟宝宁相遇相识 也是因为神鬼兵器图 宝宁无意中得到假的神鬼兵器图 李谦为了追查此事 才跟宝宁有了交集 李谦第一次看到双头鹰标志 是庆安送给冬至的定情戒指 李谦跟着庆安来到皇宫 得知当年放火的不是永安国 永安国经过村庄还救了一名女子 后来就是庆安的母亲 李谦这条线索又断了 宝宁想到了神鬼兵器图 这是天下罕见的宝贝 曹太后当年就是敬献此书 才得以作我皇后的位置 那么曹太后是怎么得到此书的 放火的正是曹太后派去的人 夺走神鬼兵器图 杀了李谦母亲 烧了村庄鬼使灭迹 曹太后这一招真是都狠毒的 李谦和宝宁一起揭开真相 曹太后沦为阶下球 李谦终于为母报仇 期待大结局精彩剧情